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自序 尊严 李承鹏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齐庄公 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叫唐江 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唐江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终和他暗通款取 可这件事被唐江的老公催住察觉 那天他趁齐庄公与唐江游会时 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柱是个猛人 也是齐国重臣 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 你就写齐庄公得瘧疾死了 史官并不听从 在竹简上写下五月已害 崔柱是其军光 崔柱很生气 拔剑杀掉史官 史官死了 按照当时惯例 由齐帝继承职位 崔柱对新史官说 你写齐庄公得瘧疾死了 新史官也不听从 在竹简上写 崔柱是其军光 崔柱又拔剑杀了新史官 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 同样被杀 最后是最小的弟弟 崔柱直视着他 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 下五月已害 崔柱是其军光 崔柱愤怒的把竹简扔到地上 过了很久 叹了口气 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 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 这个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 他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 像我这么庸俗的人 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 加之家族里从文者悲凉的命运 文学出身的我就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 并暗自庆幸 可渐渐的我发现另一种风险 规则明明规定 一场比赛有两支球队进行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一名球星告诉我 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 因为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门踢 场上就是三支队了 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 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门踢 就是四支了 直到散场时 我终于确定 其实总共有五支队 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渐渐意识到一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 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 我不能无视两支变成了五支 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证明成两支 并证明的文采飞扬的样子 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 使官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 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畏缩 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他还有个结尾 那个使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 遇上一位南使士 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 使官惊讶地问 你怎么来了 南使士说 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 担心被窜死 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 前面的使官 因坚持自己的工作而死 南使士则是主动找死 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 躲无可躲 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直到2008年 压在残垣断壁下的 体温上存还冻着的小手 花花绿绿的衣袖 我终于明白 我确实该回去了 这就是我的来历 当然 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 骨子里畏惧着结裂的东西 我做不出南使士 手捧竹简 沿着青石板路直营上去 那犹如彩虹挂天穷的壮丽景象 只是低头琢磨寻常相末的 一些故事 小小的常识 这些故事和常识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 或假装丢失了 我一直尝试给这些士和常识 找出统一的特征 后来才明白 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 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 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严 赵高说 这是一匹马 人们点头说 是啊 好快的一匹马 赶紧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 哦 马是长脚的 后来又有人说 要大炼钢铁 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 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 大家假装看不见 炼出来的一坨坨的东西 一捏就是一个坑 其实那一坨坨的东西 和那一匹马一样 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 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 产生的木马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量 超过了整个欧洲 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40倍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等着我们去营救 那个事情有个结尾 人们并没有炼出钢 倒是鸡肠碌碌回家后 发现不仅没食物 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 这个景观壮烈与幽默并存 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 并互相说服 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 母产两万斤 让产业工人相信柴杆练出的钢 能造坦克 让医生相信是红宝叔 治愈了龙亚儿的疾病 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 延伸到唱红歌 能治愈不孕不育 有个叫阿贵的丈夫 为了感恩 甚至让妻子李彩霞 拖延两天再生 以让自己的孩子 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 比起思维的结果 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 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过程 放弃去想 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 可以被一记闪电穿 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 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技艺 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爱情片 名字好像叫脑中的橡皮擦 那个女孩患了失忆症 时时想不起自己是谁干过什么 喜欢的女孩的男孩子就随时照顾她 跟她骑单车给她做浪漫的事情 这爱情片美好的一塌糊涂 因为既然失忆 个人的缺点和糟糕的回忆 也随之抹去 一切尽是天使 一个人患了失忆症 并非坏事 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 就不太妙 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 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 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 正是灾难的根源 多少年来 我们的脑中一直有块橡皮擦 比如开头那个叫催柱的人 就很想做一块橡皮擦 后来还有个叫嬴政的人 很想做一块橡皮擦 再后来还有个叫袁章的 很想做橡皮擦 有一天我曾去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 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 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 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 那个曾经绽开过莲花的池塘 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 倘若走过 他根本不会提醒曾经发生的事 后来我们就知道 北方的一座高架桥策划了 死了几个人 他们都叫临时宫 这里的临时宫 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有段时间我狂妄地认为 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追求公平 后来才懂得渺小角色的我 写不出社会的公平 我顶多叙述点个人的情感尊严 且这种体验大多时候 也只不过是喜剧片段 我小时候住过的成都打金街267号 一处清秀的宅子 镂空的花厅 摆着龙须菊和吊栏 透过木制窗领 可看到大瓷寺的香火 滴水盐打出的一排排整齐的浅洞 表明这个家族来历已久 听老人说这家族的人们和睦相处 每天到堂屋去拜天地 君亲师 偶有生活争分 可从未红过脸 这家族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抗战那会儿 院子里两党精诚合作 与这个国家一起打跑了日本人 可上世纪50年代 这个宅子一夜之间就爆发了最大的战争 起因是一些人喜欢在院子里种花 是资产阶级 另一些人主张在院子里收集废铜烂铁 代表革命人民 这场战争持续很久 每次战斗的起因也很奇怪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我已醒世 还记得西乡房的三伯 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牌子 被打得满脸是血 只因他在院子一余 种了一些爱吃的香葱 三伯名叫永青 解放前曾短暂担任过成都真纪队队长 他种香葱的举动 使他成为这时院子里的头号资产阶级敌人 他的儿子为表明划清界限亲自主持了批斗会 而另外一些亲友则高呼口号 那天一个特别革命的亲戚高呼 打倒永青 保护江青石 由于尾部实在太押韵 喊成了打倒江青 保卫永青 家族的人们安静下来 仔细听 为胜他一个人 物字在喊 觉得不对时 晚了 人们缓缓走过去 此时他已是头号敌人 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满头是包 活向菠萝 我记得整个院子无人幸免 人们轮流成为头号敌人 甚至伟大领袖追悼会那天 有个孩子看着大人痛哭的模样 很是有趣笑了 也差点被当成头号敌人 站在高板凳上 向一先驱的领袖承认了很久错误 才被放过 这个来自江西的家族 抗日战争没有拆散他 竟在后来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反目成仇 等我长大才知道 那时连元帅的女儿也公开声明 与父亲划清界限 一个郭姓文豪 听说儿子被迫害时竟不出手搭救 眼睁睁 看其妖趣 所谓大一灭亲 是很恶毒的成语 四个字就简灭三千年的亲情尊严 却把其他当至亲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 一 政府是爹妈 即使做错什么 也是为了我们好 二 别总怪政府 对成绩不好的孩子 要是取得一点进步也该表扬 你看 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 一会儿把政府当孩子 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政府 还有一些人 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就感动 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 而只是瞪着而感动 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创而感动 这个国家有个物种就叫感动 我觉得这些事情既不合逻辑 也很没尊严 因为纳税人与政府 就像消费者与自动售货机 有天然契约关系 你有见过为了塞五元钱 就吐出一罐饮料就感动 和大部分人一样 我是一个爱国者 只有生活意见 没有政治追求 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 常让人不舒服 这里讲个故事 1971年2月22日 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 展开一场辩论 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 因为反对征兵 穿着印有 Fuck the draft字样的贾克山 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 从而被定罪 可最终他赢得了官司 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 一个人的粗话 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师 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 这不失为一剂良药 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范围 并不意味着软弱 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一个人的粗话 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师 这是表达的尊严 我不愿总责怪当下 这个国千年的文化出了问题 当年宋代公知宋江 不过在巡洋楼上提了些书生报国无门 以书怨气的抒情师 被当成反师 被逼成反贼 这个民族千年的教育是 打磨你的尊严 让你没有反骨 国家才可以安全可靠 可是你很难想象 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 会去顾国家的尊严 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 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 就这么简单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真理 真理离我太远 我只不过为了智力的尊严 记忆的尊严 亲情的尊严 表达的尊严 声誉的尊严 陕西邓吉元 那个孩子快八个月大时 被强行流产的父亲 为了讨个说法 却被打成卖国贼 被迫险足散发 逃亡在大山里 北京著名的老张 二十多年前 因为自留地补偿的 二十块钱差价 走上了上访的路 冬天穿着报纸和塑料布保暖 饿了去菜市场 找别人剩下的鸡肠肉渣煮来吃 他只是为了讨个说法 就在北京南城的桥下 住了很多年 当年蔡国庆深情的唱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有没有想到过这个老张的身影 以及死去的尊严 那一年 闫凤英自杀之后 军代表为了寻找 根本不存在的特务发报机 用小刀 慢慢隔开他的身体 医生又用小斧 一根根拨开他的肋骨 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 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生的没尊严 死的没尊严 似乎只有傅雷夫妇保持了尊严 他俩一天连遭四波红卫兵超家凌辱 就在凌晨时分写下纸条交代后事 600元留给女佣作为工资 55.29元付房租 剩下的53.3元作为火葬费 自以前忽然想到 踢翻凳子会吵醒楼下的邻居 于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他们死都要尽量优雅 怕惊动邻居 更怕惊动那个世界 我最想说的是 美轮美奂的东西 我真正认为 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 那些年 中国人画的红太阳 直逼银河系恒星数量 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 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 种了好多的向日葵 天天盯着 也没有诞生过一个梵高 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 那大小云首 那眼波流动 四平调清美婉转 海岛冰伦初转藤 见玉兔 玉兔又早东升 那冰伦离海岛 乾坤奋外明 昊月当空 好一次嫦娥下九重 轻轻冷落在广寒宫 这个国家太需要这美轮美奂的东西了 而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 骨子里恰有尊严 可是有段时间 我们的艺术只需要革命 不需要其他 你看革命样板戏 龙江送礼的江水英 他铿锵地唱 毫不利己破思念 专门立人 功在先 读宝书 耳边如文 党召唤 四战鼓 催争 人快马 加编 毫无艺术可言 简直是视听灾难 那些铁姑娘 眼神刚毅 造型如山 有段时间我觉得 她们一生都只需要革命 不需要生活 不需要恋爱 甚至不要拉屎 这让曾写出过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 福建 鹿华农的李白 情何以堪 这让创造过 春花秋月 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明具的 南唐后主李玉 如何回首 故国月明中 这些事 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道理 却不该被埋没 尊严如此奇怪 他并不值钱 可是我们仅有 尊严本身不是作品 却能让你通体放光 两眼成名 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 全世界都知道 李承鹏 2012年12月28日